《创世纪》 但是在他没有路的时候 神来找他 神让他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神亲自向他的心说话 而且神把那些应许 一样一样一样告诉他说 雅各不要害怕 你不是走到没有路 你不是走到死路了 你不是走投无路了 在主里面你的生命是有出路的 我相信我们今天读圣经 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 神这样恩待那个 从人来看其实蛮糟糕 很诡诈的一个雅各 神也知道你的毛病 像主知道雅各的诡诈一样 神知道我的毛病 像他知道雅各做过哪些恶劣的事情 主都知道 但是主仍然恩待你和我 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谢谢主 回应神吧 跟主说主我在这里 我需要你 谢谢你 我站不起来 你伸手把我扶起来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谢谢主 你伸手带我归回 神就是这样爱你 回应神 而接下来呢 雅各睡醒了 雅各睡醒以后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 耶和华真的在这里 真在这里 我竟然不知道 哇 那个地方是旷野 他给那边取一个名叫伯特利 伯特利是神的殿 他说哇 这里是神的殿 神真的在这里 你知道雅各是一个很典型的 在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 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 我就是 我就是 我祖母是我们家第一代基督徒 然后我父亲 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 如果用基督徒的概念来看 雅各这个被拣血的族类的话 他也是第三代 从亚伯拉罕 以撒到雅各 你知道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 常常信仰对我们来讲 就是一个宗教的仪式 有啦 圣经故事我知道很多 从小去主日学 听过很多圣经的故事 通通都知道 好像雅各一样 什么都知道 但是都只停留在知道里面 可是那一天在伯特利 他不只是知道 他真的遇见神了 他真的从封闻听说 在圣经故事里的那一位神 到我真实地遇见他 他知道我的情况 他知道我走投无路了 他向我说话 他告诉我 他要与我同在 他跟我讲说 他负责去完成 他对我的应许 你知道那些事情对雅各 是多么的真实 以至于他睡醒过来的时候 他说 神是真的耶 神真的在这里耶 你也正遇到你生命当中的 一些很深的苦难 很大的难处 很大的挫折 让你很懊悔的事情 你知道 这未必不是好事 因为透过这些 你会真的遇见神 你会真的经历神 你会发现我不可靠 我靠我自己搞了半天 都不行 都是失败 都是白忙一场的 当你真的完全承认 在我不能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去经历 在神凡事都能 谢谢主 你也在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吗 你也是圣经故事 什么都听过吗 奉主的名祝福你 从此刻开始 你不只是风文有神 你要亲身的经历 祂是忧真忧活的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